农文会主委陈吉仲 新正面中办执行长蔡卑会等人 一起为平临里扩大灌溉服务工程开工动土 陈吉仲至此时表示 一年来已完成全区灌溉系统设计 并于2021年4月完成取水设施工程 将陆续新建其他设施 用实际作为展现对农民的照顾 今年即将解决的是 上平林区的用水问题 沿道路埋设的加压干线和管线 管线工程土地同意书 预计5月完成6月动工 还有沉沙池 加压池预计8月完工 期待未来农作更顺利 确保我们的水 是都没有相关的土石 所以我们就是要来做沉沙池 然后再来做加压池 做整个蓄水池 还有整个管线的这个布设的工作 那我们期待在未来的两年内 所有每一项细部的这工程都能够到位 这个3亿6千万是三年的工期 那我们今年第一年已经完成了 然后正在陆续进行中 那接着我们想要来扩大这个灌区的灌溉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政策 不只是加汇农民 也会让我们的水资源运用 更为这个妥善的调整 位于九九峰山脚 无锡旁的平民里 是南楼县优质飓葡萄 及黑夜荔枝主要产区 农民却长期受缺水之苦 2020年11月 经行政院长苏贞昌到场关心 军力支持扩大灌溉服务政策 并指示农委会积极推动 新唐雅开电视 销镇中林沛云 台湾南投采访报道